来关心的是桃园机场日浅大淹水 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报告 淹水的原因跟机场设计没有太大关系 也没有普新西倒灌的情况 主要都是人为术实 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我们发现当时造成大量的雨水排不出去预流 然后往南北航下的这个地下通道 在流的时候中间有一个防水闸门 事实上当时的这个桃园机场也没有及时的雨雨关闭 所以整个雨水就灌入到航站大厦的V2的美食街